主席 但是第四波呢 本席提出来可以思考 是不是设立 达物箱这个构想 我们看到第二张 昨天我们的军舰 我们的海巡舰 穿过了北纬二十度线 国人都非常的振奋 事实上本席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以及内政委员会 已经多次提出来 这条占定直法线 是自我限缩的这个界线 在国际法 是不符合这个精神的 那么也日本菲律宾 也都不重视 根本就是忽略 也不承认这条线 所以这条界线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要废止 而且要依照联合国海河法公约的精神 主张200海域的专属经济海域 我们看到第三章 菲律宾的蛮坑 不只是对我们国渔民 进行这种骚扰 这个射杀 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去年 把黄岩岛 卡拉扬群岛 列为他们的国土的一部分 同时把这个黄岩岛 这个直接就改名叫Panatek 这个岛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蛮横的一个行为 我们看到第四章 事实上在1998年 菲律宾所在 依照菲律宾所提出来的这个海域的主张 1898年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依照巴黎的合约 巴黎的条约 美国跟西班牙达成一个协议 也就是以这个北纬20度线 作为分界线 也就是说北纬20度以北 台湾有主张我们主权的一个空间 我们看到下一张 那么中共在南海已经直接设立了三沙市 包括了中沙群岛 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 我们再看到下一张 日本和韩国有独岛跟主岛的一个争议 虽然这个岛屿是韩国所占领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日本也把它划大它的专属经济海域 所以依照国际法 依照巴黎条约 台湾绝对有主权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建议我们政府可以考虑 将外交部多年前委托的 对八单群岛主张的这个权益 进行在重审 那么从事 同时将我们的南语达物族这个部分 进行一个合并 成立海洋公园 谢谢